色戒 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 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 白桌布四角附在桌腿上 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的耀眼 酷烈的光与影更拖出加之的胸前秋鹤 一张脸也惊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 稍嫌尖窄的鹅 发角也参差不齐 不知道怎么到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 脸上淡妆 只有两片金弓雕琢的宝嘴唇涂得亮汪汪的 焦红玉滴 云并蓬松往上扫 后发其间光着手臂 电缆水自闻断齐西旗袍 小圆角衣领 纸半寸高 像羊服一样 领口一支别针 与碎钻香蓝宝石的扭扣耳环成套 左右手两个太太穿着黑米斗篷 翻领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面条 双形横牵过去扣住领口 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 行出一些本地的时装 轮陷区金字畸形的贵 这么粗的金锁链价值不资 用来代替大衣扭扣 不孙不俗 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摇过世 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 也许还是受重庆的影响 觉得黑大厂最庄严大方 依太太是在自己家里 没穿她那件衣口中 也仍旧坐如中 发福了 她跟家支是两年前在香港认识的 那时候夫妇俩跟着汪精卫从重庆出来 在香港耽搁了些时 跟汪精卫的人 曾仲明已经在河内被暗杀了 所以在香港都身居检出 依太太不免要添些东西 抗战后方与沦陷区都缺火 到了这购物的天堂 总不能入宝山空手回 惊人介绍了这位卖太太陪她买东西 本地人内行 香港连大公司都要讨价还价的 不会讲广东话也吃亏 他们麦先生是进出口商 生意人喜欢结交官场 把义太太招待得无微不至 义太太十分感激 珍珠港事变后香港陷落 麦先生的生意停顿了 加之也跑起单邦来 贴补家用 带了些手表西药香水丝袜 到上海来卖 义太太一定要留她住在他们家 昨天我们到蜀鱼去 麦太太没去过 义太太告诉黑斗篷之一 哦 马太太这有好几天没来了吧 另一个黑斗篷说 排声劈啪中 马太太只咕弄了一声 有个亲戚家有点事 义太太笑道 答应请客 赖不掉的 躲起来了 加之疑心 马太太是吃醋 因为自从她来了 一切以她为中心 昨天是撂太太请客 这两天她一个人独营 义太太又告诉马太太 碰见小李跟他太太 叫他们坐过来 小李说 他们请的客还没到 我说 廖太太请客难得的 你们好意思不赏光 刚巧碰上小李大请客 来了一大桌子人 坐不下天椅子 还是挤不下 廖太太坐在我背后 我说 还是我叫的条子漂亮 她说 老都老了 还吃我的豆腐 我说 麻婆豆腐 是要老豆腐吗 哎呦 都笑死了 笑得麻婆白马子 都红了 大家都笑 是哪个说的 那回易先生过生日 不是就说 麻姑献寿里 马太太说 易太太还在向 马太太报道 这两天的新闻 易先生进来了 跟三个女客 点头招呼 你们今天上场子早 她站在她太太 背后看牌 房间那头 整个一面墙上 都挂着土黄厚泥窗帘 上面一有特大的 砖红凤尾草图案 一根根横斜着 也有一人高 周福海家里有 所以他们也有 西方最近兴出来的 甲洛地大窗的窗帘 在战时 上海因为 博来品窗帘料子缺货 这样整大匹用上去 又还要对花 确实好举 人像映在那 大人国的凤尾草上 更显得他矮小 穿着灰色西装 生得苍白清秀 前面头发微凸 退出一只 奇长的花间 鼻子长长的 有点属相 据说也是主柜的 马太太 你这只几颗拉 三颗拉 前天那品分又来过了 有只五颗拉的 光头还不及你这只 义太太说 马太太道 都说品分的东西 比外头店家好吗 义太太道 前客送上门来 不过好在方便 又可以留着多看两天 品分的东西 有时候倒是外头没有的 上次那只火油钻 不肯买给我 说着白了一先生一眼 现在该要多少钱了 火油钻没毛病的 长到十几两 几十两金子一颗拉 品分还说 火油钻粉红钻 都是有价无事 义先生笑道 你那只火油钻十几颗拉 又不是鸽子弹 钻石星号边 也是石头 带星号血脂 下瓶 急拆欢束 星号 台桌上的确是 戒指展览会 家之想 只有他没有钻戒 带来带去这只翡翠的 早知不带了 叫人见笑 正眼都看不得他 义太太道 不买还要听你这些话 说着打出一张梧桶 马太太对面的黑斗篷 他拿摊下牌来 顿时一片笑叹怨油声 方简断话风 大家算胡子 义先生成段里 向家之把下科朝门口 略偏了偏 他立即偏了两个黑斗篷一眼 还好 不像有人注意到 他赔出筹码 拿起茶杯来喝了一口 呼道 该死我这记性 约了三点钟谈生意 会忘得干干净净 怎么办 义先生先替我打两圈 马上回来 义太太叫江起来道 不行 哪有这样的 早又不说 不做心的 我还正想着手风转了 刚胡了一排的黑斗篷 呻吟着说 除非找廖太太来 去打个电话给廖太太 义太太又向家之道 等来了再走 义先生替我打着 家之看了看手表 已经晚了 约了个前客吃咖啡 我今天有点事 过天陪你们打通宵 义先生说 这王家之最坏了 义太太喜欢联名待姓 叫他王家之 向同学的称呼 这回非要罚你 请客请客 哪有行客请做客的 马太太说 卖太太到上海来试客 义太太都说了 要你护着 另一个黑斗篷说 他们取笑凑去 也要留神 虽然义太太的年纪 做他母亲处处有余 他们从来不说 认干女儿的话 在义太太这年纪 正有点摇摆不定 又要像老太太们 喜欢有年轻漂亮的女性 簇拥的 众星捧月一般 又要吃醋 好好 今天晚上请客 家之说 义先生替我打着 不然晚上请客没有你 义先生帮帮忙 帮帮忙 三缺一伤音质的 先打着 马太太这就去打电话 找搭子 我是真有点事 说起正事 他马上声音一低 只咕弄了一声 待会还有人来 我就知道 义先生不会有功夫 马太太说 是马太太话里有话 还是他神经过敏 加之心理想 看他笑嘻嘻的神气 也甚至于马太太这话 还带点讨好的意味 知道他想人知道 恨不得要人家 取笑他两句 也难说 再深沉的人 有时候也会得意望 醒起来 这太危险了 今天再不成功 再拖下去 要给义太太知道了 他还在跟义太太 讨价还价 他已经走开了 他费尽唇舌 踩得脱身 回到自己卧室里 也没换衣服 匆匆收拾了一下 女佣已经来回说 车在门口等着 他乘一家的汽车出去 吩咐司机开到一家咖啡馆 下了车 便打发他回去 时间还早 咖啡馆没什么人 点着一对对 杏子红百折 绸罩避灯 地方很大 都是小圆桌子 暗花细白 麻布桌布 保守性的餐厅模样 他到柜台上去打电话 铃声响了四次 就挂断地再打 怕柜台上的人 觉得奇怪 蓝蓝说了声 可会拨错了号码 是约定的暗号 这次有人接听 喂 还好 是旷域民的声音 就连这时候 他也还有点 怕是梁润声 尽管他很识相 总让别人上前 喂 二哥 他用广东话说 这两天 家里都好 好 都好 你呢 我今天去买东西 不过时间没一定 好 没关系 反正我们等你 你现在在哪里 在侠飞路 好 那么就是这样了 片刻的沉默 那没什么了 他的手冰冷 对相应感到一丝温暖 与依恋 没什么了 马上就去也说不定 来得及 没问题 好 待会见 他挂断了 出来叫三轮车 今天要是不成功 可真不能再在一家住下去了 这些太太们 在旁边虎视眈眈的 也许应当一搭上 他就找个什么借口搬出来 他可以拨个公寓给他住 上两次就是在公寓见面 两次地方不同 都是英美人的房子 主人进了集中营 但是 那反而更难下手了 知道他什么时候来 要来也是忽然从天而降 不然预先约定 也会临时有事 来不成 打电话给他又难 他太太看得紧 几个办公处 大概都安插得有耳目 便没有 只要有人知道 就会坏事 打小报告 讨好他太太的人太多 不去找他 他甚至于可以一次都不来 据说这样的事也有过 公寓就算是临别赠品 他是实在诱惑太多 顾不过来 一个眼不见 就会丢在脑后 还非得盯着他 简直需要滴溜着两只乳房 在他跟前晃 两年前也还没有这样力 他拥着吻着他的时候 轻声说 他头围在他胸前 没看见他脸上一红 就连现在想起来 也还像给针扎了一下 马上看见那些人 可憎的眼光打亮着他 带着点会心的微笑 便旷御民在内 只有梁润生洋洋不彩 装作没注意 他这两年胸部越来越高 演过不止一回的一小场戏 一出现在眼前 立刻被他赶走了 到公共租界 很有一节子路 三轮车 他到金安寺路西摩路口 他叫在路角一家 小咖啡馆前停下 万一他的车先到 看看路边 只有在过去点 停着个木炭汽车 这家大概主要靠门市外卖 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 虽然一暗 情调毫无 靠里 有个冷气玻璃柜台 装着各色西点 后面一个狭小的 涌到灯点的雪亮 照出里面的墙壁下 半截七成咖啡色 亮晶晶的突凹不平 一只小冰箱旁边挂着白号衣 上面进房顶城 台挂着西彩脱换下来的 现泥长甲袍 固衣铺一般 他听他说 这是天津启士林的 一号西彩出来开的 想必他减重这一家 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 用门临交通要道 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 不比偏僻的地段 使人疑心 像是有蛮人的事 面前一杯咖啡已经冰凉了 车子还没来 上次接了他去 又还在公寓里 等了快一个钟头 他才到 说中国人不守时刻 到了官场才登峰造极了 再照这样等下去 去买东西店都要打烊了 是他自己说的 我们今天值得纪念 这要买个戒指 你自己捡 今天晚了 不然我陪你去 那是第一次在外面见面 第二次时间更逼促 就没提起 当然不会就此算了 但是如果今天没想起来 倒要他去绕着弯子提醒他 岂不太失身份 杀风景 换了另一个男人 当然是这情形 他这样的老奸巨华 绝不会认为 他这么个少奶奶 会看上一个四五十岁的矮子 不是为钱反而可疑 而且首饰向来是 女太太们的一个弱点 他不是出来跑单帮忙 顺便捞点外快 也在情理之中 他自己是搞特工的 不起疑也都角途三枯 务必叫人注目不定 他需要取信于他 因为迄今是在他指定的地点会面 现在要他同去他指定的地方 上次车子来接他 倒是准时到的 今天等这么久 想必是他自己来接 倒也好 不然在公寓里见面 一到了那里 再出来就又难了 除非本来预备在那里吃晚饭 闹到半夜才走 但是就连第一次 也没在那里吃饭 自然要多担个一会 出去了就不回来了 他垫打样 要急死人了 又不能催他快着点 像剂女一样 他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 补了点粉 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 还不是新鲜剂一过 不拿他当装饰了 今天不成功 以后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 他又看了看表 一种失败的预感 像丝袜上一道裂痕 阴凉的在腿肚子上 悄悄往上爬 斜对面卡位上 有个中装男子很注意他 也是一个人 在那里看爆 比他来得早 不会是跟踪他 姑娘不出 他是什么路道 带的首饰是不是真的 不大像舞女 要是演电影话剧的 又不面熟 他倒是演国戏 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 不过没人知道 出不了名 在学校里演的 也都是慷慨激昂的 爱国历史剧 广州沦陷前 领大搬到香港 也还公演过一次 上作居然还不坏 下了台他 兴奋地松弛不下来 大家吃了宵夜才散 他还不肯回去 与两个女同学 乘双层电车油车盒 楼上乘客稀少 车身摇摇晃晃 在宽阔的街心走 窗外黑暗中霓虹灯的广告 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 借港大的教室上课 上课下课挤得黑压压的 挨挨蹭蹭 半天才通过 十分不便 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 香港一般人 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 也使人愤慨 虽然同学多数家 在省城 非常禁便 也有流亡学生的心情 有这么几个 最谈得来的 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团 汪精卫一行人到了香港 汪夫妇俩 与陈公伯等 都是广东人 有个副官 与邝玉民是小同乡 邝玉民去找她 一拉交情 打听到不少消息 回来大家七嘴八舌 定下一条美人计 由一个女生 去接近义太太 不能说是学生 大都是学生最激烈 她们有戒心 生意人家的少奶奶 还差不多 尤其在香港 没有国家思想 这角色 当然由学校剧团的 当家花旦担任 几个人里面 只有黄磊 家里有钱 所以是她奔走筹款 租房子 借车子 借行头 只有她会开车 因此由她充当司机 欧阳灵文 做麦先生 邝玉民算是表弟 陪着表嫂 第一次由那副官 带他们去 接义太太 出来买东西 邝玉民就没下车 车子先送她 与副官各自回家 副官坐在前坐 再开 他们俩到中环 易先生 他见过几次 都不过点头招呼 这天第一次 坐下来一桌打牌 他知道 他不是不注意她 不过 不敢冒昧 他自从十二三岁 就有人追求 他有数 虽然他这时期 十分小心谨慎 也实在别狠了 折居无聊 心事重 又无法排遣 连酒都不敢喝 房王公馆 随时要找他有事 共事的两对夫妇 和另了一幢旧楼 至多关起门来 打打小麻将 牌桌上提起 易太太 替她买的好几套西装料子 预备先做两套 加之介绍一家服装店 是他们的熟裁缝 不过现在是忘记 忙着做游客生意 能够一拖几个月 这样好了 易先生几时有空 易太太打个电话 给我 我去带她来 保主雇了 他不好意思 不敢一赶 临走丢下她的电话号码 易先生 承她太太送她出去 一定会抄了去 过两天找个借口打电话 来探探口气 在办公时间内 麦先生不在家的时候 那天晚上微雨 黄磊开车接她回来 一同上楼 大家都在等待 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 下了台还没下庄 自己都觉得 顾盼间 光焰照人 他舍不得他们走 恨不得再到那里去 已经下半夜了 邝玉民他们又不跳舞 找那种通宵营业的小馆子 去吃吉地粥也好 在毛毛雨里 老远一路走回来 风到天亮 但是大家记忆过一阵之后 都沉默下来了 偶尔有一两个人 巧声击鼓两句 有时候突吃一笑 那吃笑声有点耳熟 这不是一天的事了 他知道他们早就背后讨论过 听他们说 这些人里 好像只有梁润生一个人 有性经验 赖秀金告诉他 除他之外 只有赖秀金一个女生 偏偏是梁润生 当然是他 只有他嫖过 既然有牺牲的决心 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 今天晚上 遇在舞台照明的余晖里 连梁润生都不十分讨厌了 大家仿佛看出来 一个个都溜了 就剩下梁润生 于是戏继续演下去 也不止这一夜 但是接连几天 义先生都没打电话来 他打电话给义太太 义太太没精打采的 说这两天忙 不去买东西 过天再打电话来找他 是疑心了 发现老义有他的电话号码 还是得到了坏消息 日本方面的 折磨了他两星期之后 义太太欢天喜地打电话来辞行 十分抱歉走得匆忙 来不及见面了 接邀他夫妇俩到上海来玩 多住些时畅序一下 还要带他们到南京去游览 想必总是回南京 组织政府的计划一度搁浅 所以钱一项销声匿迹起来 黄磊拖了一屁股的债 家里听见说 他在香港跟一个舞女 另屋同居了 又断绝了他的接迹 狼狈万分 他与梁润生之间 早就已经很僵 大家都知道他是懊悔了 也都躲着他 在一起商量的时候 都不正眼看他 我傻 反正就是我傻 他对自己说 也甚至于 这次大家起哄 捧他出马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别拘用心了 他不但对梁润生要避嫌疑 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 总觉得 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他 珍珠港事变后 海路一通都转学到上海去了 同是沦陷区 上海还有书可念 他没跟他们一块走 在上海也没有来往 有很久他都不确定 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 在上海 倒给他们跟一个地下工作者 搭上了线 一个姓吴的 想必也不是真姓吴 一听他们有这样 宝贵的一条路子 当然极力鼓励他们进行 他们只好又来找他 他也义不容辞 事实是 每次跟老易在一起 都像洗了个热水澡 把机遇都冲掉了 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这咖啡馆门口想必有人忘风 看见他在汽车里 就会去通知一切提前 刚才来的时候 倒没看见有人在附近逗留 横街对面的平安西院最理想了 郎柱下的依影中 有眼壁 西院门口等人 又名正言顺 不过门前的场地太空旷 距离太远 看不清楚汽车里的人 有个送货的单车 停在隔壁外国人 开的皮货店门口 仿佛车坏了 在简实修理 替小平头 约有三十来岁 低着头 看不清楚 但显然不是熟人 他觉得 不会是接应的车子 有些话 他们不告诉他 他也不问 但是听上去 还是他们原班人马 有那个吴邦芒 也说不定搞得到汽车 那辆出差汽车 要是还停在那里 也许就是接应的 司机 那就是黄美了 他刚才来的时候 车子背对着他 看不见司机 吴大概还是不大信任他们 怕他们太嫩 会出乱子带累人 他不见得一个人 单枪匹马在上海 但是始终就是他一个人 跟邝玉民联络 许了吸收他们进组织 大概这次算是个考验 他们都是差不多枪口贴 在人身上开枪的 哪像电影里 隔得老远瞄准 邝玉民有一次笑着告诉他 大概也是叫他安心的话 不会乱枪之下 殃及吃鱼 不打死 也成了残废 还不如死了 这时候到临头 又是一种滋味 上场荒 一上去就好了 等醉拿熬 男人还可以抽烟 须飘飘空唠唠的 简直不知道身在何所 他打开手提袋 取出一瓶香水 玻璃瓶塞连着一根小玻璃棍子 蘸了香水在耳垂背后一抹 微凉有棱 一片空芒中 只有这点接触 在抹那边耳朵底下 半赏才闻见 短短一缕枝子花香 脱下大衣 肘弯里面也查了香水 还没来得及在穿上 隔着橱窗里的白色三层结婚蛋糕 木质模型 已见一辆汽车开过来 一望而知是他的车 背后眉驮着那不雅观的烧木炭的板箱 他捡起大衣手提袋 碗在壁上走出去 司机已经下车 带开车门 一先生坐在靠里那边 来晚了 来晚了 他哈着腰难难说着 作为道歉 他只看了他一眼 上了车 司机回到前座 他告诉他 扶开森路 那是他们上次去的公寓 先到这儿有盘店 他低声向他说 我耳环上掉了颗小钻 要拿去修 就在这儿 不然刚才走走过去就是了 又怕你来了找不到人 坐那啥等 等这半天 他笑道 对不起对不起 今天真来晚了 已经出来了 又来了两个人 又不能不见 说着便探身向司机道 先回到刚才那 早开过了一条街 他撅着嘴 喃喃说道 见一面这么麻烦 祝你们那 又一句话都不能说 我回香港去了 托你买张好点的船票总行 要回去了 想小麦了 什么小麦大麦 还要提这个人 气都气死了 他说过 他是报复丈夫玩舞女 一坐定下来 他就抱着胳膊 一只肘弯 正抵在他乳房最肥满的 南半球外援 这是他的灌迹 表面上端坐 暗中却在尸骨销魂 一阵阵麻上来 他一扭身 扶在车窗上往外看 免得又开过了 车到下一个十字路口 方才大转弯折回 又一个U型大转弯 从伊丽饼干行过 街道平安西院 全是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 灰红暗黄二色砖器的门面 有一种针织粗泥的温暖感 整个建筑远远的潮里凹 成为一钩西越切过路角 门前十分宽敞 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斯令咖啡馆 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 绿乌夫人时装店 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 华贵的木质模特 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 隔壁一家小店一笔更不起眼 橱窗里空无一物 招牌上虽有英文珠宝商字样 也看不出是珠宝店 他转高司机停下 下了车跟在他后面进去 他穿着高跟鞋比他高半个头 不然也就不穿这么高的跟了 他显然并不介意 他发现大个子往往喜欢 娇小玲珑的女人 倒是矮小的男人喜欢女人高些 也许是一种补偿的心理 直到他在看 更软洋洋的凹着腰 腰系 宛若有龙游进玻璃门 一个穿西装的印度店员 上前招呼 殿堂虽小 倒也高爽敞亮 只是雪洞式的光塌塌一无所有 靠里设着唯一的短短一只玻璃柜台 陈列着一些诞尘石 按照生日月份 带了运气好的黄石英之类的半宝石 红蓝宝石都是宝石粉质的 他在手提袋里取出一只 离形红宝石耳坠子 上面碎钻拼成的叶子丢了一粒钻 可以配 那印度人看了说 他问了多少钱 几十有 易先生便道 问他有没有好点的戒指 他是留日的 英文不肯说 总是端着关架子等人翻译 他顿了顿方道 干什么 他笑道 我们不是要买个戒指做纪念吗 就是钻戒好不好 要好点的 他又顿了顿 拿他无可奈何似的笑了 有没有钻戒 他轻声问 那印度人一仰脸 朝上发声寒 几里哇拉想是印度化 倒下了他们一跳 随即引路上楼 隔断殿堂后身的板壁七奶油色 靠边有个门 门口就是黑洞洞的小楼梯 办公室在两层楼之间的一个阁楼上 是个浅浅的阳台 俯瞰殿堂 便于监督 一进门 左手墙上挂着长短步骑两只镜子 镜面画着五彩花鸟 金字提款 蓬城万里巴达先生 开业窒喜陈茂坤敬鹤 都是人送的 还有一只 横额是大镜 上画采凤牡丹 阁楼屋顶泊鞋 板壁上没触挂 已在墙根 前面沿着乌木栏杆放着张书桌 桌上有电话 点着台灯 旁边有只茶几 割打字机 罩着就七步套子 一个矮胖的印度人 从圈椅上站起来招呼 戴挪椅子 一张苍黑的大脸 狮子鼻 你们要看钻戒 坐下 坐下 他慢吞吞 舔着肚子 走向乌鱼 俯身去开一只 古旧的绿毯面 小矮保险箱 这哪像个珠宝店的气派 易先生面不改色 加之倒真有点不好意思 听说现在有些店 不过是个幌子 就靠囤积 或是做黑市金钞 吴选中这盘店 总是为了地段 李凯司令又进 刚才上楼的时候 他倒是想着 下去的时候 真是瓮中捉鳖 他又绅士派 在楼梯上走在他前面 一踏进殿堂 旁边就是柜台 柜台前的两个顾客 正好拦住去路 不过两个男人 选购廉价宝石 袖扣领针 与送女朋友的小礼物 不能斟酌过久 不像女人蘑菇 要扣准时间 不能进来得太早 也不能在外面徘徊 他的司机坐在车子里 会起 要一进来就进来 顶多在皮货店看看橱窗 在车子背后好两丈处 隔了一家门面 他坐在书桌边 忍不住回过头去望了望楼下 只看得见橱窗 玻璃信号架都空着 窗明激净 连一红光管都没装 窗外人行道边停着汽车 看得见车身下缘 两个男人一块来买东西 也许有点触目 不但可能引起司机的注意 甚至于他在阁楼上 看见了野犯疑心 额言着不下来 乐意僵持就不对了 想必他们不会进来 还是在门口拦截 那就更难扣准时间了 又不能跑过来 跑步声马上会唤起司机的注意 只带一个司机 可能兼任保镖 也许两个人分布两边 一个带着赖袖金 在贴隔壁绿屋夫人门前 看橱窗 女孩子看中了买不起的时装 那是随便站多久都行 男朋友等得不耐烦 仅可以背对着橱窗 东张西望 这些他也都模糊地想到过 明知不关他事 不要他管 这时候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怎样 在这小楼上 难免觉得是高坐在火腰筒上 马上就要给炸飞了 两条腿都有点虚软 那店员已经下去了 东家伙计一黑一白 不像父子 白脸的一脸都塞青胡子扎 后眼瞼睡沉沉半合着 个子也不高 却十分壮硕 看来是个两用的电火间警卫 柜台位置这么厚 橱窗又空空如也 想必是白天也怕强 晚上有铁条拉门 那也还有点值钱的东西 就怕不过是黄金美钞银阳 却前那店主 取出一只尺来长的黑丝绒板 一端略小些 上面一个个凤眼嵌满钻戒 他扶在桌上看 易先生在他旁边 也凑近了些来看 那店主见他二人毫无反应 也没摘下一只来看看 便又送回保险箱道 我还有这只 这只装在深蓝丝绒小盒子里 是粉红钻石 有弯豆大 不是说粉红钻也是有价无事 他挣了挣 不禁如释重负 看不出这盘店 总算替他争回了面子 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 敲竹杠又不在行 小广东到上海 成了大乡礼 其实马上枪声一响 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 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 明知如此 心里不信 因为全神在抗拒着 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 声恐神色有意 被他看出来 他拿起那只戒指 他只就他手中看了看 轻声笑道 哎 这只好像好点 他脑后有点寒嗖嗖的 楼下两边橱窗 中欠玻璃门 一片精彻 在他背后展开 就像有两层楼高的落地大窗 随时都可以爆破 一方面这小店睡沉沉的 只隐隐听见噬声 暂时街上不大有汽车 难得气声喇叭 那沉寒的空气温暖的重压 像棉被倒在脸上 有半个他在熟睡 身在梦中 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 又恍惚知道 不过是个梦 他把戒指就着台灯的光帆 来覆去细看 在这幽暗的阳台上 背后明亮的橱窗 与玻璃门是银幕 再放映一张黑白动作片 他不忍看一个流血场面 或是间谍受刑讯 更触目惊心 他小时候也就怕看 会在楼座 前排掉过身来 背对着楼下 六颗拉 戴上试试 那店主说 他这安逸的小英潮 值得留恋 强跟鞋椅着的大镜子 照着他的脚 踏在牡丹花丛中 是天方夜谭里的市场 才会无意中发现 奇珍异宝 他把那粉红钻戒 戴在手上 侧过来侧过去地看 与他玫瑰红的指甲 有一笔 其实不够微红 也不太大 但是光头极足 亮闪闪的 一星一样 红的有种神秘感 可惜 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 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功夫 使人感到惆怅 这只怎么样 易先生又说 你看呢 我外行 你喜欢就是了 六颗拉 不知道有没有毛病 我是看不出来 他们只管自己 戏声谈笑 他是内地学校出身 虽然广州 开商部最早 并不向香港的书院 注重英文 他不得不说英语的时候 总是声音极低 这印度老板 见言语不大通 把生意经都免了 三爷两宇 讲妥价钱 十一根大条子 明天送来 分量不足照补 多了找还 只有一千零一夜里 才有这样的事 用金子 也是天方夜谭里的事 太快了 他又有点担心 他们大概想不到 出来的这么快 他从舞台经验上知道 就是台词站的时间最多 要他开个单子吧 他说 想必明天总是 预备派人来 送条子领货 店主已经在开单具 戒指也脱下来 还了他 不免感到成交后的轻松 两人并坐着 都往后靠了靠 这一刹那间 仿佛只有他们俩在一起 他轻声笑道 现在都是条子 连订钱都不要 还好不要 我出来从来不带钱 他跟他们混了这些时 也知道总是副官副长 特权阶级 从来不自己口袋里掏钱的 今天出来 当然没带副官 为了保密 因为有这话 诠释是一种春药 对不对 他不知道 他是最完全被动的 又有这句谚语 到男人心里去的路 通过胃 是说 男人好吃 碰上会做菜 款待他们的女人 容易上钩 于是就有人说 到女人心里的路 通过阴道 据说是民国初年 精通英文的 那位名学者说的 名字他叫不出 就晓得他替中国人 多期辩护的那句名言 只有一只茶壶 几只茶杯 哪有一只茶壶 一只茶杯的 至于什么女人的心 他就不信民学者 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 他也不相信那话 除非是说老了倒贴的 风尘女人 或是风流寡妇 像他自己 不是本来讨厌梁润生 只有更讨厌他 当然那也许不同 梁润生一直讨人嫌惯了 没自信心 而且一向见了他 自残行贿 有点怕他 那难道他有点爱上了老一 他不信 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的 说不是 因为没恋爱过 不知道怎么样 就算是爱上了 从十五六岁起 他就只顾忙着 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 这样的女孩子 不大容易坠入爱河 抵抗力太强了 有一阵子他以为 他可能会喜欢矿域民 结果后来恨他 恨他跟那些别人一样 跟老义在一起 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 要处处留神 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 回到他家里 又是风声鹤唳 一息说惊 他们睡得完 好容易回到自己房间里 就只够忙着吃颗安眠药 好好的睡一觉了 邝玉民给了他一小瓶 叫他最好不要吃 万一上午有什么事发生 需要脑子清醒点 但是不吃就睡不着 他是从来不闹失眠症的人 只有现在 紧张地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 这室内小阳台上一灯迎燃 映衬着楼下门窗上 一片白色的天光 有着印度人在旁边 只有更觉得 是他们俩在灯下单独相对 又密切又拘束 还从来没有过 但是就连此刻 他也再也不会想到 他爱不爱他 而是 他不再看他 脸上的微笑 有点悲哀 本来以为想不到中年以后 还有这样的奇遇 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 那倒还有可 他的权力与他本人 多少是分不开的 对女人 离也是非送不可的 不过送早了 就像是看不起他 明知是这么回事 不让他自我陶醉一下 不免污然 陪欢厂女子买东西 他是老手了 只一旁随事 总使人不注意他 此刻的微笑 也丝毫不带讽刺性 不过有点悲哀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 目光下势 睫毛像米色的鹅翅 掀落在瘦瘦的面颊上 在他看来 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器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 他突然想 心下轰然一声 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单具递给他 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 他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 但是立刻明白了 跳起来夺门而出 门口虽然没人 需要一把抓住门框 因为一踏出去 马上要抓住楼梯扶手 楼梯既窄又黑啾啾的 他听见他连蹭带跑 三脚两步下去 踢极上不规则的 咕咚七叉声 太晚了 他知道太晚了 店主正住了 他也知道他们行迹可疑 只好坐着不动 只别过身去看楼下 七步砖上 哒哒哒一阵皮鞋声 他已经冲入视线内 一推门 炮弹似的直射出去 店员紧跟在后面出现 他正担心这保镖 身批的印度人会拉拉扯扯 问是怎么回事 单个几秒钟也会误视 但是大概看在那官方汽车份上 并没拦阻 只站在门口观望 剪影虎背熊腰堵住了门 只听见汽车支的一声尖叫 仿佛直怂起来 砰 关上车门 还是枪击 横冲直撞开走了 放枪似乎不会只放一枪 他定了定神 没听见枪声 一松了口气 他浑身疲软 像生了场大病一样 支撑着拿起大衣手提袋站起来 点点头笑道 明天 又低声喃喃说道 他忘了有点事 赶时间 先走了 店主倒已经扣上独目显微镜 选准了度数 看过这只戒指没掉包 方才微笑起身相送 也不怪他疑心 刚才讲价钱的时候 太爽快了 也是一个原因 他匆匆下楼 那店员见他也下来了 顿了顿 没说什么 他在门口却听见里面楼上楼下喊话 门口刚巧没有三轮车 他向西摩路那头走去 执行的人与接应的一定都跑了 见他这样一个人仓皇跑出来上车逃走 当然知道事情败露了 他仍旧坠坠 万一有后门把风的不接头 还在这附近 其实撞见了又怎样 疑心他就不会走上前来质问他 就是疑心 也不会不问青红皂白 就把他执行了 他有点诧异 天还没黑 仿佛在里面 不知待了多少时候 人行道上熄来攘往 马路上一辆辆三轮驰过 就是没有空车 车如流水 与路上行人都跟他隔着层玻璃 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 与蝙蝠绣烂衣衣裙的木美人一样 渴望而不可及 也跟他们一样显示自如 只有他一个人心慌意乱 关在外面 小心不要背后来辆木炭汽车 一刹车开了车门 伸出手来 把他拖上车去 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 不是散场时间 也没有三轮车聚集 他正愁愁间 脚步慢了下来 一回头 却见对接冉冉来了一辆 老远的就看见 把手上拴着一只纸扎红绿 白三色小风车 车夫是个高个子年轻人 在这当日简直是个白马骑士 见他挥手叫 踏快了大转王过街 一加速 那小风车便团团飞转起来 于原路 他上了车说 幸亏这次在上海 跟他们这伙人见面次数少 没跟他们提起 有个亲戚住在于原路 可以去住几天 看看风策再说 三轮车还没到静安寺 他听见吹哨子 封锁了 车夫说 一个穿短打的中年人 一手牵着跟长绳子过街 嘴里还闲着哨子 对接一个穿短打的 握着绳子另一头 拉直来拦断了街 有人在眉睛打踩的摇铃 马路阔 薄薄的羊铁皮式的铃声 在半空中再沉再浮 不传过来 听上去很远 三轮车夫不服气 直踏到封锁线上才停止了 焦躁地把小风车拧了一下 拧得他又转动起来 回过头来向他笑笑 台桌上现在有三个黑斗篷对坐 新来的一个廖太太 鼻梁上有几点翘白马子 马太太笑道 易先生回来了 看这王家之 拆烂屋 还说请客 这时候还不回来 易太太说 等他请客好了 等到这时候没吃饭 肚子都要饿穿了 廖太太笑道 易先生 你太太手气好 说好了明天请客 马太太笑道 易先生 你太太不向你说话不算话 上次赢了 不是答应请客 到现在还是空头支票 好意思的 想吃你一顿 真不容易 易先生是该请请我们了 我们请你是请不到的 另一个黑斗篷说 他只是微笑 女傭倒了茶来 他在茶杯碟子里 磕了磕烟灰 探了墙上的后 你窗帘一眼 把整个墙都盖住了 可以躲多少刺客 他还有点心惊肉跳的 明天记着 叫他们把帘子拆了 不过他太太一定不肯 这么贵的东西 怎么肯白搁着不用 都是他不好 这次的事不都怪他交友不慎 想想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异 这美人局两年前在香港已经发动了 不止得这样周密 却被美人临时遍及放走了他 他还是真爱他的 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之急 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愈合 不然他可以把他留在身边 特务不分家不是有这句话 况且他不过是个学生 他们那伙人里只有一个重庆特务 给他逃走了 是此意唯一的缺憾 大概是在平安戏院看了一半戏出来 行刺失封后再回戏院 封锁的时候 查起来有票根 混过了关 跟他一块 等着下手的一个小子 看见他掏香烟掏出票根来 仍旧收好 预先讲好了 接应的车子不要管他 想必总是一个人溜回电影院了 那些混小子经不起讯文 吃了点苦头全都说了 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 沁灭了香烟 抿了口茶 还太烫 早点睡 太累了 一时松弛不下来 睡意毫无 今天真是累着了 一直坐在电话旁边等信 连晚饭都没好好地吃 他一脱险 马上一个电话打去 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 一网打尽 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他临终一定恨他 不过无独不丈夫 不是这样的男子汉 他也不会爱他 当然他也是不得已 日军宪兵队还在其次 周福海自己也搞特工 视内政部为篇支机关 正对他十分注目 一旦发现义工馆的上宾 竟是刺客的眼线 成什么话 情报工作的首脑 这么糊涂还行 现在不怕周找茬子了 如果说他杀之灭口 他也理直气壮 不过是些学生 不向特务 还可以留着慢慢地逼供 诈取情报 拖下去 外间知道的人多了 讲起来又是爱国的大学生 暗杀汉奸 影响不好 他对战局并不乐观 知道他将来怎样 得意知己 死而无憾 他觉得 他的影子会永远依望他 安慰他 虽然他恨他 他最后对他的感情 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 只是有感情 他们是原始的猎人 与猎物的关系 胡与昌的关系 最终极的战友 他这才生是他的人 死是他的鬼 易先生 请客请客 三个黑斗篷 越闹越凶 嚷成一片 那回明明答应的 易太太笑道 马太太不也答应请客 几天没来就不提了 马太太笑道 太太来救驾了 易先生 太太心疼你 易先生到底请是不请 马太太望着他一笑 易先生是该请客了 他知道他晓得 他是指纳宠请酒 今天两人双双失踪 女的三更半夜还没回来 他回来了 又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 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 待三分春色 看来还是第一次上手 他提醒自己 要记得告诉他 太太说话小心点 他那个麦太太 是家里有急事 赶回香港去了 都是他引狼入室 住进来 不久他就有情报 认为可疑 太人跟踪 发现一个重庆间谍网 正在调查 又得到消息说 宪兵队也封闻 因此不得不提前行动 不然不但被别人冒了功去 查出是走他太太的路子 也与他有爱 好好地吓唬吓唬他 免得以后听见马太太扳嘴 又要跟他闹 易先生请客请客 太太代表不算 太太归太太的 说好了明天请 晓得易先生是盲人 你说哪天有空吧 过了明天哪天都好 请客请客 请吃来洗饭店 来洗饭店就是吃个拼盆 哎 德国菜有什么好吃的 就是个冷盆 还是湖南菜 换换口味 还是属于 昨天马太太没去 我说还是九如 好久没去了 那天杨太太请客 不是九如 那天没有廖太太 廖太太是湖南人 我们不会点菜 吃来吃去四川菜 湖南菜都辣死了 告诉他不吃辣的好了 不吃辣的 怎么胡得出辣子 喧嚣声中 他悄然走了出去 过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